故事发生在一个月前 一场突发的病毒 席卷了全国的每一个角落 而住在风暴中心的武汉 得到了很多声援和支持 也遭受了不少的诋毁和谩骂 而作为一位来自武汉的美食UP主 我想说的是 我们武汉人真的不是全都吃野味的呀 我们有热干面 豆皮 淡酒 护肠粉 排骨汤 等等各种好吃的东西 味貌一定要跟野味过不去啊 所以今天就做一碗正宗的武汉热干面 给所有困在家里的湖北老乡们解解馋吧 其实热干面这种东西 在纽约的华人超市里就有卖的 大概长这样 至于味道嘛 呵呵 烙眼子 做一碗正宗的武汉热干面 它必须要有三个东西 面 酱和焦头 面条首先讲究一个嚼劲 所以高级面粉 虽然就是C位出料的选择了 如果你还不知道低筋 中筋和高筋都是什么 来 看它们包装背后的纹身 如果蛋白质含量在12%以上的 那就是高级面粉没错了 首先往面粉里插一点盐和碱面 让面条更Q弹 注意这里用的是食用碱 不是小苏打 别搞混了哈 刻一个鸡蛋进去 再掺上水 慢慢从中间揉开 让面团喝到七八分饱就好了 至于要加多少水嘛 我的经验是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面粉的性格 如果你家的面粉比较能喝 那就让它多喝点 要是比较腼腆 那就让它少来点 每次都找机会把它惯得不省人事的行为 都是耍流氓 我们不要干哈 我家的这包面粉比较蒸汽 只加了两次水就被揉成了手光 蓬光 面光的三光状态 其实面还没那么光 那就让它在保鲜膜里先反省半个小时吧 经过半个小时的修炼 它就会从很丑的样子 进化成略丑的样子 这个时候 你只需要给它一点点的外力 它就能给你整出一个完美的光面了 如果你家和我一样没有压面机 又不想擀面的时候生不如死的话 就继续晾它一个半小时 让它不要那么紧张吧 找一块大案板 撒上面粉 把型好的面团放上去 这个时候你应该能够很轻松的压扁它 然后从你家的一堆擀面杖中 挑一根最长最粗的 碾它 碾压的时候你需要足够的小心 因为一不留神 面团就会跑到案板外面去 如果它已经长得很大了 你就得把它叠起来 铺上面粉以后再碾它 让它继续保持匀上的体型 这个过程我大概重复了4到5次 一直到它的厚度缩成1.5毫米 就可以停手了 传统的热干面要像叠被子一样折起来 再切成1.5毫米厚的面条 其实现在手工切面的已经很少了 大多数餐馆为了省时间 都敢用了压面机 而切面这种传统 也常在慢慢的消失 作为一个美食UP主 如果给我一次再来的机会的话 我会说 请给我也来一套切面机好吗 揉面真他们要的太累了 卸好的面条用滚烫的开水煮上3分钟 差不多到8成熟 然后你需要用到路边摊老板们都在用的盘面秘诀 胆面 操作起来超级简单 只要把它们 扔上案板 撒上香油 对上风扇 挑上筷子 镜则如厨子 洞则如脱兔 在不断的挑拨和摔打中 让面条迅速的变干 看看这熟练的操作 灵动中透着一丝稳重 活泼中藏着一缕庄严 是不是像极了 你们上次欠我的那个赞 然后是看起来平平无奇 湿起来嗷嗷的香的卤水 其实这个东西 谭主默认是不给的 不过如果有机会的话 你们绝对不要放过老板 让他给垮一勺哈 我用了一种比较偷懒的办法 直接从超市买了一罐牛肉高汤 然后把所有的香料先丢进锅 加一点油 小火炒一下 等香味散到你家对门 让隔壁的小孩开始哭的时候 再倒入高汤和酱油 开最小火 炖上半个小时 再过滤一道就好了 最后是焦头的部分 拌面的芝麻酱最好也是现磨的 不过看在我之前 已被手前面条折磨得筋疲力 而且家里又没有石磨的情况下 你们还是允许我用超市现板的芝麻酱吧 美食不如家真是什么都没有呢 除了芝麻酱以外 你还得加很多的香油和一点点酱油 再把它们搅成一块起来以后 就能以优雅的姿势入水的状态就好了 最经典的焦头 还有熟辣萝卜丁和酸豆角 其实现在也有人用榨菜 红油和豆芽做焦头的 吃起来也还不错 不过至于加黄豆和加香菜的热干面嘛 你别笑 用滚烫的开水把面条烫10秒钟 再点几勺芝麻酱 快几勺辣萝卜丁 酸豆角和卤水 再撒上一点葱花 最后根据自己的爱好来点酱油 如果以上整个过程 都能精准的控制在30秒以内的话 那么恭喜你 已经可以开店了 一个月以来 收到了很多朋友和粉丝的消息 看到你们都在为武汉加油 为湖北加油 我真的特别感动 作为一个普通人 我在灾难面前能帮到最大的忙 就是打电话给所有的亲戚和朋友 叫他们好好地待在家 不要出门 我知道封城十几天以后 武汉的老乡们一定都憋坏了 但我相信危机一定会过去的 热干面只是病了 它一定会好的 等哪天这事儿完了 我们就一起走上街头 排队买热干面过早 然后边哭边吃 庆祝这来之无意的胜利吧 武汉加油 谢谢大家 我是大碗拿铁 我们下期再见吧